企業生產出來的財富大部份落日 出錢的股東身上 員工拿不到 這是造成財富分配不公平的起始原因 歡迎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中國近來強調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件事嚇倒了一些人 因為中國是共產黨所領導 他們害怕共同富裕 會否等於要共產 要將一些富裕的人 取得的積累財富 選有餘而補不足 老子贊成有餘的 要拿出來補不足的 這是很多香港商界甚至內地的商界 都有單身的事情 因為改革開放之後 容許少數人先富起來 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去拉動整個社會進步 這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 有效解放中國生產力的一個主要策略 所以有些人擔心中國會 不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而是要大家一起富裕 大陸官方都作出澄清 即是共同富裕 不是等於每個人都一樣富裕 都會因應不同人的情況 有些差異 只不過是想經濟發展的得益 可以為社會上大多數人都可以分享到 事實上這個問題 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面對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美國在戰領華爾街的時候 說一比九十九 社會裏只有1%的人 有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得益 其他99%的人 其實都沒有得到好處 即是在資本主義發展 初期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有得益 即是內地從農業社會去到工業社會 其實你出城打工 即使收入沒有做投資的那麼好 它都是改善了 但是這幾十年來 就出現了一個情況 即使經濟有一定的增長 但是廣大的不止基層 所以社會便貧富懸殊 貧富懸殊的結果就是 大部分基層民眾因為得益少 他們的消費能力又不足 社會的內需又不足 至於那群拿得多的投資者 他們也因為社會的需求不足 那些限資是無法留日實體經濟 你去投資沒有甚麼回報 那麼太多資金沒有出路 你就是債券的利息越搶越低 搶到接近負利率 投資股市的PE就越來越高 有些互聯網股過百倍PE 過幾百倍PE都有 即是你投資下去差不多要百多年 都未曾拿回本 所以變成投資有甚麼好投 就唯有去投那些衍生工具 最後就搞到金融海嘯 即是在貧富懸殊下需求不足 投資亦都沒有機會 社會不斷產生金融危機 經濟無法持續發展 這個亦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弊病 照道理人類隨著科技的進步 生產力的發展 應該人類的生活是可以越來越好 能夠共同富裕是人類的理想 所以中國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本身是沒有錯的 問題就是以前中國共產黨 曾經有一些時期 可能對富裕階層是採取過一些 相對粗暴簡單的方法去 叫他把財產拿出來分給窮人 所以就嚇倒了有些人 另一方面我都覺得現在中國政府 將那個著眼點放在第三次分配上 不算是一個很解決問題的方法 甚麼是第三次分配呢 我們社會的財富通常 可以分開首次分配 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就是 財富在創造出來的時候 是怎樣分配的 通常就是現代社會的財富 多數都是透過企業營運的方式 去創造出來的 現在企業創造出來的財富 大部分以派股息的方法 就落日出錢的股東手上 廣大參與一起創造財富的 公司入面的員工 其實就不是可以分取企業的利潤 他們拿到的是叫做工資 工資就不是跟企業的盈利掛勾 應該是跟人力市場的平均價掛勾 所以企業生產出來的財富 大部分就落日出錢的股東身上 原工也拿不到 這是造成財富分配不公平的起始原因 由於這種分配不公平 造成貧富懸殊 就出現了第二次分配 第二次分配就是由政府出手抽稅 政府就拿了那些賺錢的企業 富裕的個人 他們拿到的好處是 要徵收一部分的稅 然後拿這些稅去輔助那些弱勢社群 去提供一些起碼的社會服務 醫療教育 亦都可以去建一些基建設施 給普通人享用 這個就是由政府強制徵收稅行 去修正第一次分配的時候的不公平 所謂第三次分配 其實就是 等那些富裕的人 發善心 就把他們的錢捐獻 去做慈善工作 去做公益工作 但是一般情況在外邊的世界 第三次分配是由人們自願去做的 不是由政府去號召、去施 如果你是政府去做 如果你是政府去做 就等同第二次分配一樣 政府去出手 再分配有它的不夠地方 因為政府作為一種官僚架構 政府是沒有利潤的監督 做起事上來 都是靠很繁瑣的規條 去互相監察 所以這種營運模式 是浪費很大效益不高的 你每天再分配要養這麼多公務員 都不少錢 另外你由於這種分配 不是跟生產財富的過程掛勾 通常是損有餘而補不足 而一般都會變成損努力工作 去補貼那些沒有那麼努力工作 或者是工作效益成效高的 去補貼一些成效低的 造成另一種不公平 令到能力差的人會越來越依靠政府 而能力好的人又覺得不值得 令到社會動力減少 所以我自己覺得 第三種類型的分配是靠自願 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不足 第二種方式 透過政府進行效益又不高 最好的做法就是 在第一次分配的時候 下功夫 為何這樣說呢 就是應該財富產生的時候 既需要股本 又需要人力的 單是有資金 沒有人的增值 是創造不到財富出來的 譬如你把錢放在甲萬 放一年兩年 他都是那筆錢 不會多的 為何有財富產生呢 就是人要參與其中 靠人的創意 靠人的努力 才可以製造出更多的財富 既然參與工作 人的參與是創造財富的必要元素 為何不讓參與工作的人都可以分享一定的利潤呢 所以我自己經營的生意 我有一種叫做生生生制的理念 就是三分之一的利潤 就給員工 三分之一的利潤就給股東 三分之一的利潤就拿來公司再發展 三分之一是否一個好的比例 我不敢說 但我剛才說生生的範疇 都是在利潤分配的時候 必須照顧的範疇 所以在未找到更好的比例之前 我是以三分之一為基礎 我用這個方法亦都證明 是會提升公司的競爭能力 員工有了這種分配之後 他們的主人翁的態度 工作的積極性都會大大提高 我最近創業的一些新的公司 例如一群廣告公司 都是靠這件事都吸引了很多人才 在市場不太好的情況下 又有社會運動又有疫情的情況下 我這群公司很多都保持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所以我認為如果社會能夠讓廣大的工作人員 都能夠分享一定的工作成果 即利潤的話 社會就有機會走向共同富裕 經濟發展才可以不斷持續增長 同時令到大部分參與者都有所得益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可以按下支付我的小鈴鐺 請按下支付我的小鈴鐺 是可以按下支付的小鈴鐺 對於大小鈴鐺 會的新片 請按下支付我的名字 感谢观看